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在今天的讨论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 中国究竟是在富裕之前就强大 还是过早的将权力置于富裕之上 导致了重大的战略失误 根据挪威国防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瞧英格贝克沃德的观察 习近平的政策与边小平的市场改革 形成了鲜明对比 前者的强权主义 可能使中国在未达到富裕之前 便过度强调军事实力 这样的选择或许将阻碍 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 贝克沃德指出 虽然中国的军费开支位居全球第二 但其人均国民总收入 却仅为美国的六分之一 显示出中国在追求全球超级大国地位 与自身经济实力之间的巨大落差 这种不平衡的状态 不仅威胁到中国未来的高收入地位 还可能引发更大的国际竞争 特别是在美国及其盟友的去风险 政策影响下 同时 中国正面临人口老龄化 经济增长放缓 及结构性失衡等诸多挑战 习近平的政策 是否能够成功转型为 以内需和消费为主的经济模式 令人堪忧 未来的中国 是否会因为过早的军事扩张 而无法实现真正的繁荣 将成为关键的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你就是说这个历尽 所有的之后 还是反腐归真的东西 尿了 尿了 尿大不一嘴 来 割盐割糖 割点味精 上来了 就没有了 还有一个青菜就好了 当一块吃吧 这几个是你做的吗 这几个是我做的 这是我爸爸做的 那个江南虾的那些是他爸爸做的 这块吃吧 来 咱们做什么 谢谢 给你减肥 欢迎你啊 到我们家里来 谢谢 欢迎你 欢迎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本期六度解析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 发表在外交政策上的文章 作者是挪威国防研究所的 中国高级研究员 乔英格贝克沃尔德 他在这篇文章中探讨了 中国在富裕之前 已经强大的现象 并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可能犯了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 文章标题为 中国在富裕之前就以强大 过早的将权力置于富裕之上 习近平可能犯了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 在文章的开头 贝克沃尔德提到 2019年9月26日 北京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纪念展 参观者在中国领导人的肖像前拍照 这一事件为文章提供了一个背景 及中国在不断追求国家强大和国际影响力的过程中所做的努力 文章回顾了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的市场改革 这些改革使中国从一个饱受饥荒困扰的国家 跃升为全球经济强国 习近平继承了邓小平的目标 也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 但他的战略明显不同于邓小平 习近平延长了自己的任期 并没有为权力交接做准备 这违背了邓小平确保长期政治稳定的理念 此外 习近平强调党国极权控制 而不是邓小平的市场改革 最显著的变化是习近平放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策略 转而优先建设军事实力 并与美国争夺全球影响力 这使得中国在经济尚未完全富裕之前 就已经表现出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 贝克沃尔德指出 尽管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军费开支国 但其2023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仅为13400美元 远低于美国的80300美元 中国的收入水平与墨西哥和阿根廷相当 这表明中国的全球雄心与其经济状况存在巨大差距 这种差距可能成为北京面临的严峻挑战 特别是在解决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时 文章进一步探讨了权力与财富的关系 这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持久争论 国家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体系中建立军事力量以改善其安全 而财富是建立军事力量的基础 但过度的军费开支可能会阻碍一个国家的长期繁荣 最终限制其继续建设军事力量的能力 这种困境主要表现为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所谓的枪支黄油增长权衡 一个国家的每一笔预算都可以用于军事 枪支公民福利黄油或经济投资增长 在一个项目上花钱会减少在其他项目上的花费 然而这种权衡并不是中国当前的主要问题 因为其国防开支仅占GDP的2%左右 远低于冷战期间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水平 第二种困境是枪支黄油和开放之间的权衡 在这方面北京面临日益严峻的形势 由于习近平拥抱超级大国竞争 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不断缩小 这成为北京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绊脚石 自1970年代初以来 中国一直能够获得西方市场 资本 技术和管理知识 这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但随着竞争从经济领域进入地缘政治领域 安全政策开始影响贸易和投资流动 美国及其盟友通过减少与中国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 来应对中国挑战美国利益的雄心 这种去风险政策不仅仅是对中国出口征收关税 还包括限制中国的投资 从中国到国内的生产迁移 以及拒绝中国获得高端技术 这些政策可能会限制中国达到高收入地位的道路 祸害其未来作为超级大国的地位 这是习近平选择在富裕之前施加权力的直接后果 贝克乌尔德还指出 西方去风险政策的时机对北京来说非常不利 中国的经济模式正处于十字路口 人口迅速老龄化 劳动力萎缩 青年失业率上升 经济增长迅速下滑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 中国从2010年到2014年实现了8.6%的平均增长率 接下来的5年2015至2019年下降到6.6% 然后在过去5年2020至2024年进一步下降至4.6% IMF预计到2029年增长率将放缓至年均3.3% 与日本和韩国不同的是中国经济在达到高收入经济体之前就已经放缓 世界银行将人均GNI达到14005美元的国家归类为高收入国家 而中国目前未能达到这一标准 北京将发现从出口和投资驱动的经济模式过渡到更以国内和消费者为基础的增长模式更具挑战性 此外 前总理温家宝在2007年指出的中国经济模式的结构性失衡仍未解决 中国的投资在过去20年中一直超过GDP的40% 而七国集团国家的平均投资占GDP的比例为23% 与日本和韩国的发展模式相比中国的模式显得极端 尽管日本和韩国的投资也具有类似的主导地位 但投资很少超过GDP的35% 习在第三次全会上将国家安全定义为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基础 表明他加强党国对经济控制的决定受到中美竞争的影响 贝克沃尔德认为习如果选择了另一条路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首先 习本可以在明显具有攻击性的武器平台上减少支出 专注于防御性武器以缓解安全困境 其次 他本可以选择追求不那么对抗性的外交政策 从而减轻与中国崛起相关的威胁感知 并给国家更多时间来建立强大的经济 最后 贝克沃尔德指出 现在断定美国极其盟友的去风险化政策 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多大影响还为时过早 尽管去风险政策对美国极其盟友来说也将付出高昂的代价 但该政策所涵盖的工业部门和技术清单已经非常广泛 包括半导体和关键矿物等战略物品 以及电动汽车 太阳能电池和医疗产品 预计这一名单将随着中美竞争的日益激烈而扩大 总的来说 贝克沃尔德认为 习近平过早地将权力置于国家战略之上是有代价的 这种策略可能限制中国达到高收入地位 并破坏其未来作为超级大国的地位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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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